第六百六十七集 发财了 那我就加三了 真的加三了 小雨龙探寻的问道 宝平满脸上终于抽搐起来 满脸发黑的变过头去 这下子连楚飞烟也看不过去了 你妈的 人家都退让一步了 你居然还这么不依不饶的 他妈的 非本人逼死啊 忍不住在一边咳嗽一声 里面楚洋的声音适时的传出来 下一个 小雨龙一挥手 萧家人顿时就兴冲冲的过来 抬着人往里走 小雨龙像跟在身后的一个人使了个眼色 那人会议 去了一辆马车里面 然后就听见那马车里面传出了啪啪的声音 接着就提着一个包裹走了出来 小雨龙从他手里接过包裹 放在楚飞烟面前的盆里 楚四爷 这是二百二十块紫荆 请点数 哗啦一声 将袋子里的紫荆倒了出来 四周大滑 楚飞烟险些气得避过气去 这里面是二百二十块没错 只不过却比平常的紫荆小了整整一半 原来那个家伙在马车里面咔嚓咔嚓响着 居然是将紫荆都切成了两半 这纯粹就是羞辱 而且是仗势欺人 肖玉龙用这种方法 表示了对楚飞烟收他巨额紫荆的不满 同时也表明 肖甲在这整个地区乃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谁敢不服 下场就如同这断开的紫荆 就算贵重 我也想断就断 刚刚遭受了屈辱的报平安幸灾乐祸的笑起来 四周一片寂静 纷纷要看楚飞烟如何处理此事 楚飞烟连一双手都抖起来 面色紫障 正要发作 却见门帘已先 楚阳脚步虚拂 几乎摔倒的走过来 四叔 怎么了 楚飞烟一惊站起身来 累啊 四叔帮我恢复一下 这么多人都在等着 小侄心急如焚啊 楚飞烟急忙凑过去 运工帮侄儿恢复身体 楚阳顺势就软绵绵地倒在他的怀里 楚飞烟大腿一疼 却是被楚阳狠狠地掐了一把 顿时醒悟过来 此时此地 万万不能与萧家起冲突啊 慢慢地顺下气来 楚阳靠在楚飞烟怀中 一脸的虚汗 不住的低落 脸色苍白 嘴唇都有些发青 他有气无力地看着肖玉龙 小管事 请勿及早 晚辈 韦时是身体太弱 没有底子 物怪 物怪 马上就好了 肖玉龙眼睛一眨 眼中露出了音效 楚少雄 我也祝你一臂之力 我们萧家 可是天下玄公的正统啊 说着伸出手来 握住楚阳的另一只手 九节空间中 剑铃撇了撇嘴 你们萧家是正统 骂得 给正统的提携 都嫌你们手粗了 楚阳大喜 多谢萧管事 肖玉龙握住楚阳的手 顿时就一律全消 眼前那个小子不是没有修为 而是被人废了 输送给他修为 直接就是掉进了无底洞 只能恢复他的体能 而不能做别的 突然间出现这么一档子事 所有医者都无法治疗 在这等要命的时刻 却突然钻出一个少年能治 而且收取费用如此昂贵 肖玉龙岂能不怀疑 这个家伙与那闹事的矮胖子 就算不是师徒 也脱不了干系 不仅是他 现在在场的所有人 心中都有这样的疑惑 毕竟大家都不是傻子 只等真正治好了 就立即调查这件事 但是肖玉龙此刻却已经断定 这小子恐怕就算有关系 也不是很大 费人一个能做什么事情 他又想伸了一层 就算那个人要这么做 也会做得十分隐秘 怎么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呢 因此心中的疑虑 就慢慢的消了一些 如今抓住对方的手 却抽不回来了 说是要替对方恢复 怎么能收回啊 那不是打自己脸吗 肖玉龙也只好皱着眉 不情不愿的输送修为过去 楚阳精神一震高兴的道 四叔啊 您松手吧 肖管事的员工果然正统 一输送过来比您的可舒服得多了 您同时输送两股悬功还有冲突 我好难受啊 肖玉龙的脸顿时就黑了 这他娘的岂不是把老子当成成功了吗 一边享用着肖玉龙的真气 楚阳一边舒服得身影 一边表现出谨慎小心的解释着 肖管事啊 这种歹毒的伤势很难治的 我知道 肖玉龙一脸黑线 持续的输送自己宝贵的玄公 咬着牙塞帮子跳动 楚阳舒服得眯起眼睛 嗯 真舒服 肖玉龙怒火腾腾而起 险些罢工 你他娘的将老子当成了妓院里的姐啊 却见到楚阳已经滔滔不绝的说道 而且在治疗之前 需要我一丝不苟的帮助前辈们活动筋骨 毕竟要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才可以一举奏功 可能会很疼的 你要提前嘱咐一声 让大家做个心理准备吧 要不然前辈们腾起来乱动 那我可是按不住的 也别怪罪于我 肖玉龙咬牙道 都是江湖汉子 生死都见惯了 谁还会怕疼啊 楚阳喋喋不休 若单纯怪罪还不如何 但晚辈记忆生疏 他们要是关键时候一动 按错了一点 那可就是终身残疾啊 肖玉龙阴沉着脸点点头 转过脸去 沉声喝道 你们都听见了 听到了 众位伤员虽然疼得咬牙冒虚汗 还是强撑着回答一声 楚阳呵呵笑道 多谢多谢 多谢体谅 其实晚辈除了有些贪财 也没啥大毛病 肖玉龙有点不耐烦了 你差不多了吧 楚阳感觉了一下 嗯 还真灵 不愧是正统啊 我四叔每次给我恢复 都得半个时辰 肖管事居然用了 还没有半克钟 真是神了 楚飞烟悲愤的低下头去 心里咬牙切齿 妈的 你四叔太没用了 我啥时候给你恢复过 居然还半个时辰 肖玉龙脸色好看一些 麻烦楚贤之辣 楚阳呵呵一笑 纯真无邪 善良仁慈 憨厚老实 悲天悯人的说了一句 哪里哪里 医者父母心吗 肖玉龙脸上的肌肉 抽搐一下 浑身上下 似乎都机灵灵的 打了个哆嗦 扭过脸去 一边 曾经被这句医者父母心 同样噎了一下的报平安 顿时如同大热天 洗了个凉水澡 别提多舒服了 该 我让你仗势欺人 如今总算体会到 什么叫吃了苍蝇的感觉了吧 楚神医精神焕发的站起来 走了进去 里面已经成了 萧家的伤员 楚阳在进门的那一刻 眼中的微笑 已经变成了残虐的刻度 居然把我的紫巾给砍开 真他娘的大了你们的胆子 我他娘要不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们 如何对得起那些断开的紫巾 和你们萧家管事的 那么多的灵气了 楚神医 两手恶魔一般的伸出去 萧家的人正在外边等着 突然间 里面就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这惨叫叫到一半 就突然止住 大家都是行家 明白人 岂能不知道这种惨叫 就是惨叫着晕了过去 不由得一个个都浑身冒冷汗 里面那个可是出了名的汗不未死 不怕疼的 居然能发出这么凄惨的叫声 那么这份痛苦该有多大 里面的惨叫声死去活来的叫 外面的人也是冷汗刷刷的流 两酒 最后一声惨叫 几乎要呕出心脏了一般 叫过之后 楚神医世世然地走出来 下下一个 又有些虚脱了 惨叫声根本就没断过 仿佛这里不是医馆 而是屠宰场一般 天黑了已经一个时辰了 夜风嗖嗖 伴随着鬼哭神嚎一般的惨叫 这里便如地狱一般瘆人 搞完第四个 楚阳已经又是风中飘零 脚步虚浮 居然还摔了一下 他也不找楚飞烟了 直接来到肖玉龙身前 一脸诚恳的道 肖管事 还请您帮我恢复恢复 您的速度快 肖玉龙直接就鼻子歪了 果然是把老子当成长弓啊 但楚阳说的有道理啊 你恢复得快 现在肖家的人在等着治疗呢 人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速度快可就少受很多罪呀 于是 进阶用一种祈求的目光 看着肖玉龙 肖玉龙一口钢牙几乎咬碎 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了 正该如此 便继续做长弓 楚神医在他一输入玄弓 就一扬顿挫地呻吟了一声 便如野猫叫春 肖玉龙浑身寒毛直竖 险些将格朽梁都吐了出来 妈的 看到的当然知道老子在帮你恢复 看不到的听到这声音 起步就会认为老子在嫖妓 如此周而复时 等到肖家二十二人治疗完毕 已经是月上中天 肖玉龙脸色清白 有气无力 一半是累的 一半是气的 还有些是扫的 换成谁 听着一个大男人 缠缠绵绵的舒爽的声音好几次 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到后来 楚神医条件反射一般 肖玉龙的手刚一接触 还没开始输送就叫唤一声 众人都用暧昧至极的目光 看着肖玉龙 肖玉龙肖管是再厚的脸皮 也是如坐针毡啊 肖玉龙带着肖家人 几乎以光速离开这里 走的时候 楚飞烟纵然是在夜色之中 也能看到肖玉龙连脖子都红了 这个时候 报家的人也早就将紫荆送了过来 接下来便是报家 廖家 肖玉龙敢把紫荆砍开 但是这些人却绝对不敢 若是再有一家这么做 楚飞烟绝对会立即杀人 这一点毫无疑问 居然一直折腾到天亮 才终于处理完毕 没有人发现 到后来 楚神医治疗的速度 已经逐渐加快了很多 只是温水煮青蛙 水还没沸 已经将青蛙捞出来 所以毫无所觉 让楚洋有些想不通的是 那执法堂的秦宝扇 怎么一直没来呢 难道他自己能治 这不能吧 当天那医治 虽然不是阴阳散魂首 但却也是第一代九节建筑的绝学 索麦纸啊 如今剑林改造一番 直接就成了碎麦纸 老秦再三天不来 可就真的要报废那条胳膊了 而且几家的人都来了 自己楚家人居然没来 这算怎么回事 这件事不仅楚洋想不通 楚飞烟也想不通 一直忙活到天亮 才将牛鬼蛇什么送走了 书之二人立即上了门板 双双躺在床上 累死我了 楚飞烟呻吟着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接着又爬起来 不过也值 这么多的紫荆啊 真是过瘾啊 老子这辈子 还从来没有一次 在这样一天内 就赚这么多紫荆的时候 这种感觉 真是太幸福了 四叔 您说哪里话呢 您这句话里有两个毛病 楚洋竖起两根手指头 哪两个毛病 楚飞烟一愣 第一 这些紫荆是我在一天之内赚的 不是你赚的 第二 这些紫荆绝大部分都是我的 所以 说我应该说幸福 而您呢 只能是过瘾 我掐死你个小兔崽子 楚飞烟大怒 就要扑上去教训 停 楚洋一仰手 四叔 咱们还是先算账 看看今天进账多少 书之二人 财迷一般 铺在了一大堆紫荆上 第667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这样子 接下来 我这样子 再来 再来 我这样子 就先来 说 那一切都 感谢观看